大家好,我是瘦虹 现在开着这辆新买的奇瑞瑞虎8 Pro 来到了新疆大海道一条穿越路线 很多朋友之前都在问我这辆车的性能怎么样 现在我就来试一下 打开它的四驱 然后爬一下前面这个很陡的坡 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越野性能通过性怎么样 通过性可能并不太好 因为底盘就那么高 试一下它的越野性 现在我是到了大海道后半段了 就是马上就要出大海道了 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下 这种隔壁滩里的丹霞地貌 还是非常漂亮的 车上全都是来时贴了一层土 不过全程过来两驱车没有任何问题 现在准备四驱车 爬一下前面这个很陡的坡 看起来不陡啊 其实是很陡的 然后可能试一下吧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四驱 正好我也没有用过它的四驱 来在这里试一下 无人机视角 给大家看一下 挂上四驱 已进入经济模式 已进入越野模式 越野模式 往上出发 一旦危险的旅途结束 我要和你平静的生活 去看看天边日落 或者幸福就紧握手 甜蜜的笑 哭泣式的拥抱 Saf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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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泣式的拥抱 Safina Safina 哭泣式的拥抱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是14万多 然后下来的话是16万左右 四驱版 可能说这是第一辆七瑞 开七瑞去越野的车了 城市SUV还是不能当作越野车去玩的 一定要注意它前后的离地角 注意它底盘的高度 不然的话这保眼杠 说磕掉就直接磕掉了 不过我并没有磕到前面保眼杠 不知道哪里 看一下前面保眼杠 并没有磕到 只是底下有石头寸的环境 还是很不错的 我来的这里是大海道 现在不能说是无人区 只能说大海道景区 最漂亮的这一段 给大家看一下 都是这种像塔林一样 然后那边后面还有一个很高的观景台 等会可以去看一下 看那边 奔驰小轿车 也过来刷 这个后半段基本上都是这种狮子路 前面进来的几十公里都是百游路 特别好走 近距离给大家看一下 这种塔林 像塔林一样的地貌 往上走 看一下这个位置 像一个狭凤一样 还有这里 进去看一下 现在这个季节来这里玩的话 是刚刚好 不冷也不热 应该有回应 哦 并没有 哦 一层一层的 不过这里并不是 网上那个很火的 就是可以站在一个石头上 然后拍出来的角度 应该不是这里 这里并没有石头 这里一个C型的入口 这种看起来像土一样 其实它是像石头一样 邦邦硬 然后这样一扣就能掉落 这地下都是掉落的 所以在这里走的话 还是要小心上面会掉落石头 不要穿网鞋来这边走沙子 不然这鞋缝里渗的都是 鞋里面也都是 准备去网上那个打卡 非常热门的那个打卡的地方 去看一下 一个人 一辆车的旅行 那边有人在飞无人机 等一下我也准备无人机来拍一下这边 看空中视觉好不好看 看这块石头 像是人工放上去的一样 但那就是天然形成的 下面接触面积特别小 上面那么一大块 这边有很多人过来 不知道网上那个特别火的 是不是这个洞 应该是的 一个半圆形 往上看一下 像一个圆圈一样 一个人不知道什么效果 打卡一下准备回去了 突然想到一个很不错的创意 就是无人机从这里 慢慢往上升高 慢慢往上升高 一直升到从这里出去 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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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